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2024我们一定要学会一样技能 就是用我们的AI绘画 用我们的米金里来绘图 之前也有很多的新手朋友们在 跟小鱼儿反映说想 看一期详细的一个米金里绘图教程 那么今天呢,小鱼儿就满足所有的新手朋友们 今天教大家从零到一 学会绘图 那么今天小鱼儿的话会告诉大家八个要点 掌握了这八个要点的话 你们就会轻松上手绘图 特别是第八个点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只要我们掌握了AI绘图技能与方法 哪怕你是新手小白 也能画出大神级别的作品 2024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想要 靠做YouTube视频赚钱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要学会AI绘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小鱼儿简单给的一组描述词 绘出来的图片 是不是特别的精致特别的漂亮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首先第一点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下载Mijerni 这个是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Mijerni是有两个入口的 一个是我们的官方入口 现在呢,我带大家来到的就是这个Mijerni的这样一个首页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简单啊下面有一个展示有个加入测试 我们可以点进来这个展示看一下 这个就是Mijerni的一个官方的一个首页 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大神级别画出来的一些图片 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各种风格都有 我们可以直接在电脑上面下载一个这样一个官方版本 这里是不能直接绘图的啊 我们同样也是回到它的首页 我们要通过登录 直接来到Discord的一个平台 直接就加入到了我们的绘图的一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Discord的一个APP Mijerni的机器人就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官方版本的话就可以 如果说你有账号的话就可以直接进来 如果大家可以搞定手机的一个网络的问题的话 我们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个Discord也是可以的 因为相对于说在手机上面使用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随时随地想画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掏出手机来绘图 当你有灵感的时候 你就可以即刻到我们的Mijerni里面去生成一个你想要的图片 那么我们该如何下载呢 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的话 那就直接在苹果APP里面去下载 如果说你是安卓手机的话 那就在谷歌里面去下载 那么第二个我们该如何注册呢 就是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当你还没有账号的时候 你需要注册一个Mijerni的一个账号 首先我们注册需要打开官方网站的一个频道 然后在这里需要填你的个人信息 比如说你的电子邮箱 个人信息 电话名字等 你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 确认好之后 需要点击一个链接来激活账户 那么激活账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授权登录了 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Discord的一个页面 登录确认好之后呢 我们就不会直接跳到Discord的这个页面 那么你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就可以使用里面的功能了 在这里面的话 这是一个公共频道 在这个公共频道 你可以也在下面打斜杠 同样是可以在里面绘图的 在我们的Mijiri会图里面大家都知道 不付费的话 你不是会员是会不了图的 之前呢也是有免费试用的 但是因为后来有很多人白嫖 最后还做了教程 教别人怎么白嫖 所以说官方就收回了适用的一个功能 适用绘图的一个页面 所以现在的话必须要付费 我们才能使用 这里的话小鱼给大家要一些付费建议 在这里呢 Mijiri呢也是给了大家一些付费的一些选择 如果说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呢 只是说为了学习一些技能 需求不是很大的话 我建议订中间这个30元一个美金 如果说你的使用频率比较高 有的人用在工作上面 或者有的人才专门绘图的 或者说你的视频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60或者120一个月 根据大家的需求 但是我建议新手朋友们来选择中间的这个价位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朋友们还要想再省一点的话 建议大家合租啊 合租的话会更便宜 后面的话我也会把这个Mijiri的一个链接 放在描述部下方啊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描述栏找 还包括Mijiri它的一个付款方式啊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用卡或者被保 或者一些其他的付款方式来付款 你可以在账户设置的时候 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一个付款方式 那么第四点关键的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真正进入了如何绘图的一个详细讲解 首先我们手机也好电脑也好 必须要下载一个Discord 我们才能到里面去绘图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Discord的一个页面 今天呢这一步就是教大家如何创建一个自己的频道 那么创建自己的频道 首先我们还是要先登录一下我们的Mijiri的一个账号 登录进来之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点击创建 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这里有个加号 添加服务器 创建服务器 这里点亲自创建 这里选择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选一张你的一个图片啊 选一个头像 这样的话识别度比较高 每次来你就一眼能看见 在这里给你的频道取一个名字 我取个小鱼儿啊 点击创建 这里频道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步骤 找到我们的一个Mijiri机器人 啊这个就是大家看那个头像啊 都知道Mijiri就是这个像船一样的 点击左键 那么这里有个添加APP点下 选择一个服务器 把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服务器把它添加进来 小鱼儿在这里 点击继续 点击授权 确认一下 OK了 创建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服务器这里面 Mijiri的机器人也已经添加自小鱼儿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啊 大家现在就可以在里面绘图了 点击一个斜杠 这里简单给大家测试一下 可以了啊 为什么我们要创建一个自己的平台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公共频道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左手边的这一排啊 全是所有的大咖都在这里面 甚至更多这下面都有 它是一个公共频道 如果说你不创建自己的频道 那么你的图片汇出来可能会很难找 可能就被覆盖了 就像这个里面有一百多条信息 所以我们这个创建频道也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学会 接下来给大家讲第五点 我们如何汇图 包括里面一些工具的一些介绍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对话框啊 在这里有一个加号 这里一个对话框 我们首先 找到一个斜杠 点击第一个 这个是用描述来绘图 你给它一个提示词来绘图 提示词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个框框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描述词输入到这个框框里面 直接点回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米金里这里已经在排队了 接下来的话一会儿它会帮我们生成图片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用描述绘图 那这里再接着讲一下如何以图生图 双击这个加号 点击上传一张图片 点这个Enter键 那么我们把它放大 点击右键 复制图片链接 再点斜杠 点Image 到这个pn记这里删除 最后加上我们的一些关键词 OK啦 这就是以图绘图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绘好了图之后下面有一排两排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U1U2U3U4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应的四张图片 1234 这个U这个U 就是放大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要放大第三张图片 点一下U3 看一下第三张图片出来了 这里放大我们可以直接保存这张图片 你可以保存到你的电脑里面 那么这个V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V1V2V3V4 同样也是这后面的1234是排序的四张图片 这个V的意思呢 就是根据这一张图片生成类似的四张图片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我觉得这张图片还不错 那我还想要几张同类型的图片 那么我们就点V1 这里要提交一下 它会根据这第一张图片生成类似的四张图片出来 它会重新再做一组图片 这里需要排队 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键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就是一个刷新键 这四张图片我都不满意 大家看一下啊 这四张图片我都不满意 那么我们点击刷新键 还可以再重新生成一组图片 同样要点击提交 这下面的这两排 它的功能 那么我们放大了这样一张图片之后 这下面又跳出来了一排两排三排 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排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强变化 它会根据上面这幅图 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第二个呢是弱变化 就是它会轻微的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是局部发生变化 比如说这下面 我觉得它这个裙子不太好看 那我可以把这个裙子和它脚圈起来 它重新帮我们绘制下半部分 就是这个意思 在后面呢 这个是高档乘二高档乘四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用不上的 那么第二排这一排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缩小放大的意思 比如说我想把这张图片放大 或者缩小 你都可以点击 那么最后这个呢 就是制定于缩小放大 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的 那第三排 这一排左右上下的箭头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图片 发生一点变化 比如说我点击向左一点 那么它这个图片就会向左 人物就会向左一点 向上向下可以看一下啊 它会在这个人物 会在这个图片中间 上下左右的移动 这下面这一排第四排又是什么呢 这个心如果说你觉得这张图片挺喜欢的 你可以给它点一个心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 U1是放大的意思 V1是根据这张图片生成类似的主图片的意思 那么后面这是一个刷新键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同样可以 让这个图片进行一些自定义的一些变化 同样也可以把它缩小扩大 一些使用功能的话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更多的话 大家可以打开米金里的一个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这里有命令参数 以及工具的一些介绍 包括写作的一些提示 可以让你更快的上手 那么接下来一点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米金里的一个参数设置 如果说我们在输入描述词提示词的时候 不给它一些参数设置的话 那么它自动生成出来的图片 就是一个正方形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组图片它全是正方形的 但是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用的是16比9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 进行参数的一个设置 长官笔的一个设置 那么在哪里设置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组描述词 在描述词的后面 我们记得要加一个-ar 如果说你要的是3比4 你就输3比4 如果说你要的是1比1 就输1比1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输了16比9 我这边 我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Imagic 这里面是我们要填描述词 我们的描述词 点-ar 小写的ar 这个时候 还要空格一下 输入16比9 有的人呢 想让这个图片更高清一点 那么我们还可以--4 K 这个参数值都是可以在后面加的 这是绘图的一个参数设置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绘出来的图片 那么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比例 不需要再去裁剪了 下一个点的话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笔记里的一个设置 同样我们也是点斜杠 这里的settings 大家可以点开看 直接发送 这里就可以看到出 看到我们的一些设置 我们的米金里的话 目前的话就是这个5.2版本的 也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使用这个版本来绘图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是原始模式 第二个呢 是风格化 第一 第三个呢 是风格化中 第四个呢 就是风格化比较高 第五个是很高很高了 在这里呢 点开这个箭头符 还能看到 我们的是5.2的最新的一个版本 这里还有一个V5的一个版本 这下面还有 V4的 V3的 V2 V1的 米金里呢 从V1 现在升 已经升级到了5.2的一个版本 所以说 现在汇出来的图片 都是相当高清的 我们如果说 你当你画图的时候 你不想要 这个模式 想要换一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这里面来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这个时候 它就给我们更换了一个模式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汇出来的图片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V5的 画出来的和我们 干5.2的模型的 它的一个变化 那么都能看到 我们这里写的是 DG5的一个模型 那么接下来呢 就教我们的朋友们 如何获得一个 高质量的提示词 同样我们拿这只猫来举例 那么我们能看到 这样一只猫 它是没有什么背景的 给大家一个万能的公式 我们的人物 或者我们的动物 它是我们的主体 那么我们就以这样一个人物举例 它是一个人物 它是出现在室内 还是室外 这样一个人物 主体加环境 再加一个呈现方式 那么它是宫崎俊峰 还是匹克斯峰 还是一个漫画的风格 这是它的一种呈现方式 再加灯光 是太阳光 还是逆光 还是月光 再加颜色 它是黑白色 还是高宝盒 冷色 最后再加一个状态 它是高性的 还是疲惫的 还是有活力的 再加一个构图模式 它是特写 大家都知道特写 是一个镜头 还是全景图 还是航拍图 这里呢 我们就以一个 最后的话 就是一个画质 4K还是8K 一个高清的图片 你的一个要求 这就是一个万能的公式 我这边给大家写出来 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暂停截个图 点击保存 也方便你下次在绘图的时候 可以找到我的这个教程 我们会了这个提示词 这个万能公式 不管你是刚入门的小白 还是一个新手 你都可以轻松的上手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提示词 万能公式记录下来 接下来一点的话 就教大家如何垫图 何谓垫图呢 就是说给我们的米筋里位图 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些漂亮的图片 你想生成这样的图片 那你就可以点击左下角的 这一个加号按钮 点击这个Enter键 把我们的图片上传上去 米筋里他会把里面的提示词 帮你提取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里面的 一个提示词去会类似 或者说你想要跟这个图片 相似的一些图片 就像我们很多朋友 如果说你想做一些你的 想生成一些头像 那么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把你的图片多为几张 给米筋里去获取里面的一些提示词 再进行一些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些更改一些变化 如果想要这个圆图的话 不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可以在后面添加一个权重 就是IW 这样的话我们的圆图不会发生变化 如何垫图 如何做出更相似的一个图片 大家也可以看米筋里的一个官方网站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也可以到这里面来详细的学一下 那么在2024年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一定要学会用AI绘图 用AI来为我们创造财富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YouTube视频非常的火爆 那么大部分的图片 可以说是90%的图片 都是用AI绘图做出来的 我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来看这个米筋里绘图的一个视频 只要你按照小鱼儿今天讲的这个方法 那么你绘图也是相当轻松简单的 今天的小鱼儿给大家分享的米筋里的教学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说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一定要给个赞 订阅一下小鱼儿的频道 那么米筋里的一个链接我也会放在下面描述栏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描述栏里面找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小鱼儿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